剩余割出来不是 March 4,2-year-on-5, big tumor 不是那个 如果你不要拿出来的话 它就越来越长越大 然后会破散 它扩散会 扩碍到肺里面 跟人一样 是那样,癌转影响大 这个是个cancer 是 因为它是越长越大,而且你按的话 它是比较硬的 因为如果是浓的,你按的是比较短的 我看到颜色,颜色 我觉得应该不太好 因为这个哦,它是比较大的 那个瘤,它是会流很多血 所以 麻醉跟手术也会有危险性 可是不拿出来不是办法 因为它不会好 那么如果说 举例出来,因为 说实话我自己也是 我是中医师 所以也看过很多 我就在你们这个后面 就是 TCM啊? 对,TCM 所以本身我们也是看 所以很多 在注意动手术后 必须经过电疗化疗 它也没有这个电疗化疗后面的支持 只是一个 一个手术的话 嗯 就是说如果不手术,它的唇活期是多长呢? 因为我们不懂它是哪一种流 因为你有做 中医,你也懂 它是流有不同 它是有不同的 对,如果它是长很快又长大哦 就是说它是比较严重的 OK,如果它是 好像一直慢慢的慢慢的就比较 对,我就看最近的 你刚刚它体力症很好的哦 对,对,对 它是,不是讲体力好 不是肯息 对,对,我知道 它是,现在 因为它是没有反应到它 所以哦,它是 我只是怕说现在 现在没有痛苦啊 因为动的时候 所以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瘟 然后它又 就说有缝合 一定有的 有缝合 而且会给止痛药这些的 哦 大概的恢复 手术恢复 哦,差不多150到200 哦,肥 因为它是有加上那个麻醉症 嗯 之后它的康复药 就是手术康复药一个星期 差不多 因为那个 那个皮肤要联合 对,对 这个倒是没问题 其实 就是 要 就是 就是 可能 就是我们 对Cancel的一点点认识嘛 其实 如果Cancel不动手术之前 因为它有那个 通常 比如说有那个包膜包肚 它转移是通过淋巴转移 和血液转移 它还满 它手术以后 它的 引起的那个扩散 其实更快 哦 如果它是整个理由都拿出来了 它就不会扩散 OK 如果 全部没有拿到完 它就会扩散 可是你也是要了解 不同的瘤 它们有不同的性格 对 所以有时候 它们已经在血里面 所以如果 真的 它的这个瘤 是血里面的 它可能已经扩散 已经扩散 所以说 对 所以哦 没有厌的话 我们是不可以跟你讲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 哪一种到第几期的 对 嗯 所以这个你只要决定 你要不要拿出来 如果要的话 这个 没有办法 要动手术 哦 哦 而且它是比较老 所以它是蛮有危险性的 有点危险性 就怕这一麻 很可能就直接 对 醒过来 那那那那 放里面先 放里面先 这个是它的宝贝 放里面先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 没有拿出来 是不能拿出来 只要 越来越大了 你不拿出来 对对对对 好 若